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T1閱讀的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芳穎 因為現在美國總統大選還在初選當中 但是目前看起來應該 民主黨就是拜登要繼續競選連任 那共和黨現在海力還在繼續 還沒有放棄 但是是不是現在看起來 應該就是川普會出現了對不對 沒錯 應該是川普會代表共和黨 在選總統 對 所以Ross這邊掌握的消息 因為你之前是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所以你覺得共和黨現在看起來 黨內有沒有在 已經在醞釀說 應該就是川普出來 他們要做什麼準備嗎 川普對在中美關係這方面 其實他已經開始常常講他的想法 但是他都大部分的時候 會談貿易方面 所以川普自己不會提台灣議題 但是他常常會提到中美貿易方面 而且他說如果再次當總統的話 他會提高對中國的關稅 再加10%甚至更多了 所以我真的認為重點不是川普代表人 因為我個人認為 對他來說台灣是一個小細節 在中美關係之內是一個小細節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他的幕僚團隊 川普幕僚團隊會有很多姿態 甚至猶態的人士 所以到時候我真的認為他們會為台灣做什麼 那個範圍真的會比拜登團隊更大 是 對那老師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雖然看起來好像就是川普要在挑戰的話 好像有機會 但是現在美國的情勢或看起來的話 你怎麼評估現在美國大選的這個選情 我們必須相信美國的民調 他準確度是很OK的 因為民調主師爺 選舉民調主師爺說不定就是美國了 雖然說我不是專門研究選舉研究的 所以看起來 因為各位知道美國的選舉 他不是所有的選民 誰拿的票比較多就贏了 他是每一個州有特定的選舉人團票數 然後每個你贏這個州 這個選舉人團的票就是你的 所以其實呢 應該這樣講 我可能總票數會輸給你 但是我在選舉人團 因為我拿的州都是大州 所以我的選舉人團的票 我就會贏了 那現在看起來 確實是拜登跟川普 在那些比較傳統的大州 看起來拿的票 你該你的就你的 該他的就他的 可是有現在有大概六七個 所謂的swing states 叫搖擺州 搖擺州就還不太知道 他會投給誰 可是呢 把他們的選舉人團票加一加之後 誰拿到這些搖擺州 大概誰就會贏得總統 那麼在這六七個搖擺州裡面呢 川普在大概 我們過農曆年前 川普大概都領先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那百分之三還不算是那麼的穩定 但是百分之六呢 就說他已經算是穩定的領先了 所以如果一個情況就是 川普把這六七個搖擺州 最後都拿下來了 那麼美國總統就是川普了 那川普上來之後 剛剛Ross已經講過了 會有一些不管叫支台派或友台派的人 會進入到川普的內閣 不過現在滿好玩的就是 就在前幾天 美國有一篇這個比較知名的政治報導 他說目前你們聽到的這些熟悉中國政策的美國專家 可能都不會進去 就算川普當總統 是這樣子 他說因為他們都不喜歡川普 那怎麼辦 川普不是一個很容易對待的老闆 是啦 對 而且他也會得罪很多人 所以他們說可能這些 你們平常聽到名字都不太會進去 剩下的一些 當然我就不點名了 因為有幾個我也認識 但剩下幾個點名進去呢 他們原則上被點名的都是所謂的對華鷹派 都是對華鷹派 那對華鷹派會不會造成了 美國拿台灣當成是刺激中國的一個對象呢 在這本步步為營的書裡面 其實普瑞哲 何瑞恩 還有格萊怡他們都講到了 他說在川普時代 也就是在 各位如果知道有這個龐佩奧 當美國國務卿的時候 美國國外交部長的時候 龐佩奧因為很討厭中共 把香港的所謂的這個國安法 推動香港國安法的立法 還有鉛制香港人民的這個集會結社的自由 所以書裡面說 龐佩奧因為討厭中共這樣做 所以他就把台灣推到前線去刺激中共 所以中共坐在北京呢 他就更認為說 好啊 你美國果然是拿台灣來戳我 所以台灣就算沒有想要去戳北京好了 但是龐佩奧的動作 因為他討厭中共這樣搞香港 所以他就叫台灣去刺激中共 那這樣的下場就變成 北京會認為 你台灣跟美國是航瀉一氣 你們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那麼北京沒有辦法懲罰美國 那他打誰呢 書上寫了 他就懲罰台灣 所以北京就對台灣採取了很多比較強硬的動作 那書裡面講就是你龐佩奧做的好事嘛 所以我們只能說 萬一川普又回來了 那麼他在他的任內 會不會又像他第一任一樣 把台灣拿來當成刺激北京的一個工具 這一個可能性我們真的不能排除 我覺得我們可以 我們已經百分之百確定 真的會這樣做吧 像我剛剛說 如果川普回來執政 他的國防幕僚一大堆 直排猶太 或討厭中共的人士會進來美國政府 所以他們還是會把台灣這個議題 再推動到第一線 為了刺激中共 他們已經會打這個台灣牌 對我們看到就是其實這本書裡面也寫蠻多這個細節喔 包括說這個就是美中台之間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 如果以之前那本一觸即發這本書來看的話 也可以看到說川普其實對於中國 他是有轉向的 他在前兩年原本不是對中國這個態度 後兩年突然轉向 所以我們現在會覺得川普是一個 他比較難預測他接下來到底要對中國是鷹派還是鴿派 或是說他就會 他現在還是難以預測啦 但是如果照兩位這樣現在民調的預測的話 感覺川普如果上任的機率看起來大一點 但我們完全確定 那是不是台灣這邊要有所準備呢 就是我們總不能說 之前就是 現在是民主黨只跟民主黨好 共和黨只跟共和黨好 是不是其實台灣的民間原本也有在運作說 對於兩黨之間 有已經做一個沙盤推演說 假設是川普當選 或是拜登繼續連任 那台灣這邊總要有點因應吧 就是兩位的了解 我做一個預測好了 四年前2019年那個時候 蔡英文要連任選舉期間 很明顯台灣壓爆川普 我覺得那個時候台灣政府 明顯壓爆川普連任成功 雖然政府常常否認 他們說我們沒有壓爆川普 我們是中立 對美國選舉我們是中立 但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他們真的是壓爆川普 我相信今年的下半年 來總統團隊 依然會壓爆川普 真的那老師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現在真的已經距離美國 這種納選只剩下 對就是應該算起來也還在半年左右的時間 那台灣這邊對要怎麼樣因應 老師這邊有沒有一些就是有些線報 已經知道台灣有在運作了這樣 其實Ross剛剛講的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 台灣發生的狀況 因為川普他一直找中國大陸的麻煩 包括貿易戰 其實包括科技戰都從川普時候開始的 所以在台灣呢確實有一些人 他們認為說我一定要挺川普 因為川普才能幫我出頭 幫我出一口氣 所以各位如果記得的話 在2020年有一份世界性的調查 川普在各個國家的支持率 在各個國家支持率 在亞洲 川普支持率最高的地方在台灣 也就是說台灣的民眾很高比例 甚至是亞洲最高支持川普 好 當時的政府呢 我也必須說是給人家這種感覺 覺得說好像我們都在押川普 而且川普看起來好像聲勢也還不錯 在那個時候 但是確實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個美國本來就是一個長期兩黨輪流執政的地方 所以不應該只押一邊 不應該只押一邊 而且講白了就是本來就應該廣結善緣嘛 所以我相信這個民進黨政府在上一次 顯露出這樣的一個態度之後 他這一次應該不會那麼的明顯的說好 我就繼續押那個民調比較高的 我就不太理那個民調比較低的 我相信民進黨政府這一次應該不會這樣子了 不過我覺得台灣必須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當然必須要依靠美國 美國是我們中華民國從1949撤退到台灣之後 最重要的支持 可是呢 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只靠美國就可以搞定兩岸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對我們支持太重要了 包括全世界現在唯一敢賣武器給我們的 就是美國 但是只靠這些軍事的對抗 或者是嚇阻力量的培養 那個是一個層面 還有一個層面 是美國大概不一定能做到 要靠台灣自己來的 那就是要穩定兩岸關係 讓兩岸關係的互動能夠制度化 因為兩岸關係的互動其實它是一個政治關係 它不應該是個軍事關係 也就是說在嚇阻這些國防力量之外 我們另外一塊講的應該是說 怎麼樣讓兩岸的善意逐漸增加 惡意逐漸的降低 如果今天我台灣 一味的就是說我要買那個M1坦克 我要買F35 我要買很多暗制的這個叫做 不叫哈瑪斯 現在都忘記 海瑪斯 不是哈瑪斯 海瑪斯 海瑪斯飛彈 你一直在強調你的軍事武裝的力量 你比不贏中國大陸突飛猛進的軍事實力的發展 我們當然要培養嚇阻力量 但是另外一個政治上 你必須要找到跟對方坐下來談 讓惡意逐漸化解 善意逐漸累積的一個方式 所以雙管齊下 就像我們人走路一樣 人走路兩隻腳走路 絕對比一隻腳來得穩 我們現在就像是一隻腳跳來跳去的 不小心會跌倒 我們必須要找到台灣 處理美中關係時候的第二條腿 也就是我們必須 跟中共在政治上有善意的發現 這個美國基本上幫的就不太多了 因為很多時候這都是牽扯到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 甚至是主權跟治權的問題 這很複雜 但我只能說政府應該都要努力 不能只有抱著美國的大腿 忘記了 其實你往西邊一看 那就是北京當局 你必須要跟他打交道 其實在書裡面 他們其中一個建議給台灣 是要發展除了美國之外 更多的國際關係 不管是經濟方面或其他方面 這是他們的一個具體的建議給台灣 但是另外一邊他們也說 任何一方不管是中共或台灣 不要片面改變現狀 對 我覺得這個稍微有點矛盾 因為如果台灣真的跟其他的國家變成好朋友 朋友之類的 的確是改變現狀 不能說那是沒有改變現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簽證TV